水庆霞哭了 王霜哭了 孙文世界杯之前做出了意外决定 中国女足人心振奋 球迷沸腾了 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下关于咱们中国女足 在正式开打世界杯揭幕战之前 咱们中国足协主抓女足工作的掌门人孙文 她呢也是做出了一个重大的且意外的决定 那么伴随着这个决定做出之后 意味着在这一刻让中国女足所有的球迷都热泪盈眶 都热血沸腾 都流下了泪水 让水庆霞 让王霜等教练员队员们也都是热泪盈眶 孙文究竟做出了怎样的一个决定 将会给中国女足接下来的世界杯命运 带来怎样的一个加码 那么今天通过这条视频 我们就给大家来简单的解读一下 那么众所周知 咱们中国女足目前正在澳大利亚来备战即将正式开打的女足世界杯的比赛 对于中国女足来说 本届世界杯是有着一项非常重要挑战意义的比赛 因为此前中国女足已经在水庆霞的带领下 已经回归到了亚洲之巅 拿到了亚洲冠军 所以说让球迷媒体外界对于中国女足的期待很高 所以说本节世界杯对于中国女足来说确实是会承受一定的压力去进行比赛的 那么同样的对于咱们中国女足而言 其实我们必须要认清楚 虽然我们是亚洲冠军 但实际上亚洲女足的足坛跟欧美这些年以来的这种高速发展的这种女足的这种足坛的趋势来看的话 是完全两个概念 我们已经整个亚洲足坛被欧美足坛给完全甩开了两个档次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其实如今我们看到欧美的这些女足的提球风格方式越来越接近于男足化 让中国女足我们在跟这些欧美的强队过招的时候 其实我们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优势可言 甚至说可以说是完全是占据一个下风球的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使得中国女足 我们在世界杯上的形势将会面临的非常的严峻 虽然说外界把目标说什么小组出现啊 什么打进八强啊 这些目标看上去其实并不高 但实际上中国女足想要完成起来还是有一定困难的 因为就中国女足所在的这个小组来看 我们跟欧洲冠军英格兰对吧 分到了同一个小组 英格兰也是本节世界杯的夺冠热门球队之一 那么包括还跟欧洲的球队丹麦 和北美洲的球队海地队分到了一个小组 那么中国女足想要确保稳稳出现的话 我们至少要拿下丹麦和海地这两场比赛 我们可以锁定一个小组第二的出现权 但是如果说呢 我们一胜一平拿四分 当然也是有机会出现的 但是如果说在这个小组中我们只拿三分的话 或者说我们一场比赛都赢不了的话 那么我们肯定是出不了线的 所以说对于中国女足而言 我们想要在这个小组出现的压力是比较严峻 尤其是前两场小组赛打丹麦和海地队这两场比赛 一场球都不能输也不敢输 那么这两场比赛这两个对手 咱说句实在话 丹麦的整体实力也在我们之上 海地呢算是一只神秘之师 这支球队有六名球员在法甲销利 所以说这支球队的技术打法特点也是比较鲜明 我们在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最需要的什么呢 我们最需要的是让球队的这种自信心 士气得到全面的鼓舞和高涨起来 因为首先我们客观来讲的话 中国女足通过过去一年 我们推广的这种大规模的球员流洋 对吧 我们中国女足目前队内 也有了大面积的流洋队员的回归 我们此前经历了东京奥运会的惨败 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气势打出来 才能够让大家走出此前奥运会 失利的这种低迷和阴影 才能够让球队全面的激发出我们的战斗力 如何能够打出这种气势和自信呢 很显然有一点很重要 那就是得到足鞋的鼓舞和支持 那么孙文作为中国女足这一次出征澳大利亚的 出访团的团长 亲力亲为为中国女足也是在保障着整个后勤的工作 那么在近日我们看到 孙文又做出了一个非常意外的决定 在世界杯节目战之前 孙文也是亲自为中国女足悬挂起了 中国女足训练场上的加油助威的横幅 这样一个亲力亲为的举动 也感染和鼓舞了中国女足全队上下的教练员和运动员 每一个人在现场看着中国足协副主席孙文 亲自为大家挂横幅这件事情 大家都热泪盈眶都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我相信广大的中国女足球迷 听到了这样一个消息之后 也都是热血沸腾拍手叫好 将会全面鼓舞振奋中国女足 在接下来世界杯上的斗志和决心 让中国女足创造历史 也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我们也共同的拭目以待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